男人是洁癖患者 每次洗漱完毕都会把洗手池台面擦得干干净净 偏偏妻子是个邋遢的女人 不仅一边刷牙一边躺下看手机 还把本来整洁的台面弄得乱七八糟 等男人耐着性子再收拾一遍出来时 却发现妻子已经含着满嘴泡沫睡着了 而手里的牙刷还在滴着水 即便这样的阴幕每天都会发生 可是我还是觉得辣眼睛 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懒到这种程度 好不容易一个憋屈的早晨终于过去了 白天时无来到灰鹿精英的旅馆帮忙 这时一对住进来的外国男女引起了灰鹿的注意 看着小情侣旁若无人的甜蜜 灰鹿忍不住心生羡慕 曾几何时 他和时无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光 可如今两人却在生活的琐碎中渐行渐远 跟小情侣交谈时 灰鹿发自内心的高兴 甚至手舞足蹈了起来 可这在时无看来却像是角楼造作 站在一边忍不住翻起了白眼 回家后 时无忍不住说起了这件事 甚至从这件事 延伸到每天早上的洗漱和生活中 各种需要注意的细节 在灰鹿看来 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不明白时无为什么每天揪着不放 两人再一次发生了争吵 而那句离婚也又一次挂在了嘴边 时无感到身心俱疲 隔天便拟好了离婚协议书 让灰鹿签字 但灰鹿漫不经心地拿过来 并未当回事 第一张写错了名字 第二张签错了地方 时无无奈地打印第三张 却发现打印机没没了 时无只能无奈地叹口气 这件事也暂时不了了之 上班时 时无每天都奔走在 帮客户处理问题的路上 那些琐碎的小事 让他身心俱疲 但一个不慎就会招来投诉 这天 因为见客户迟到了 客户愤怒之下 将滚烫的咖啡泼到了他身上 时无一边忍痛 还要一边道歉 眼看这个单子黄了 他又前往另一位客户家 检查安保系统 但他没想到 这里的店主 是已经十年 未见的前女友又阴 时无有些尴尬 但又阴看着他的眼神 却似乎充满了眷恋 交谈时 又阴看到了他脖子上的烫伤 于是拿来店里的衣服 让他换上 时无脱下衣服 给烫伤的后背擦药 但因为太疼 忍不住喊出了声 又阴听见声音 直接拉开帘子 拿过他的手里的药膏 轻柔地帮他擦药 过程中 时无心里有些感慨 好像这样的细心 他从未在灰露身上体会过 回家后 他忍不住翻起了 从前跟又阴的合照 那些轻松的时光 两人也曾笑得开怀 但终究还是留下了遗憾 不一会儿 灰露也回来了 他没有去时无面前晃荡 反而一反常态 跑去洗手间化了妆才出来 他把脸伸到时无面前 想引起时无的注意 可时无却视若无睹 也许在他心里 早已给灰露盖了章 认为 那就是个改不了 邋遢本性的女人 灰露失望极了 后退时不小心碰到了水杯 水炖时 洒了一桌面 这让时无心生烦躁 一边收拾 一边抱怨 灰露整天冒冒失失 期间还不停地叹气 灰露也恼了 两人再次不花而散 好像一件件 这样的小时堆积起来 就成了无力争执的导火索 感情也在一次次 沉默中变了智 灰露独自坐在外面 想了许久 明明两人之间 也曾有过炙热的爱情 而仅好像谁都没错 可爱情却在婚姻的 机灵狗碎里磨眉了 这天晚上下起了大雨 灰露独自站在外面 等待着已经预约的租客 眼见租客越走越近 灰露却发现 这个人浑身上下 都透着神秘的气息 尤其手里的行李箱 隐约还有一缕 毛发露在外面 独自在家的灰露 忍不住害怕起来 等回到房间 他迅速拿出手机 给时无发信息 让他今天早点回来 可他并不知道 此时时无正 惬意地跟诱因聚会 信息刚发送完毕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灰露吓得颤抖了起来 但还是壮着胆子去开了门 因为害怕 还不小心打碎了杯子 等他打开门 发现外面站着 刚刚住进来房客 对方头上戴着一丁假发 现在过来 跟他借唇膏 灰露知道 刚才是自己多疑了 一直提着的心 瞬间放松下来 可委屈的眼泪 也不由自主地落下来 房客以为是自己闯了祸 吓得连声道歉 灰露一边哭一边摆手 说不清自己停不下来的眼泪 是因为当时的恐惧 还是已经认清了 丈夫对自己的不在乎 打发了房客 灰露这才发现 脚被地上的玻璃扎上了 这时 石屋的信息也过来了 他没有问灰露 发生了什么事 反而吩咐灰露 把阳台上的花拿进去 这一刻 灰露的心彻底死了 从前他以为 石屋只是因为爱干净 所以才总是挑剔他那些小毛病 现在终于明白 隐藏在那些不耐烦的挑剔背后的 是没那么爱了 或者已经不爱了 很久之后 石屋终于回来了 他没有第一时间关心灰露 反而看着没有关上的窗户和电视叹气 好像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但又那么难以忍受 控制不了心里的烦躁 他走到门边指责灰露 为什么不关窗户 不关电视 灰露没有像往常那样跟他争辩 反而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没想到 这样不冷不热的态度 却再次惹火了石屋 一直以来的隐忍 终于在此刻爆发了 两人冷战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灰露将已经签好的离婚协议书 交给了石屋 两人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 石屋本以为离婚之后 自己就会恢复井然有序的生活 再也不用担心 东西被乱扔乱放 不用担心 那个邋遢的女人 将到处弄得乱糟糟 然而没想到 一个人之后 好像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饭吃得没滋没味 家里也安静得可怕 心情烦闷的石屋 来到咖啡厅打发时间 在这里工作的小姨子已经猜到 她和姐姐离婚的事了 虽然姐姐没有告诉家里人 但姐姐不是那种一吵架 就拿着大包小包回娘家的人 能让她做到这样 只能说明两人的婚姻维持不下去了 小姨子告诉她 离婚也许并不像她想的那么容易 毕竟 这也是两个家庭的事 现在爸爸马上做手术了 姐姐如果在这个结果眼上宣布离婚 肯定会让爸爸更加忧虑 甚至可能导致病情加重 所以希望她们从长计议 想想该怎么告诉家里人 石屋拿着礼品过来看望岳父岳母 岳母马上端来精致的糕点 让她吃 还让她稍作片刻 马上给她准备大餐 可岳母前脚刚走 后脚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就来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 询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石屋不能擅自做主将离婚的事说出来 只好询问灰鹿去哪了 当石屋在村里找到灰鹿时 灰鹿正和前男友 以及其他朋友亲密无间地打闹 石屋没想到 离婚的事竟然对灰鹿没有半点影响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耿耿于怀 灰鹿以为石屋过来是想求他复合 为了弃石屋 故意跟前男友拉近距离 还在对方的差异下 说出了自己离婚的事实 前男友一直担心 石屋会误会两人的关系 听他这样说 顿时轻松了不少 石屋对于灰鹿的行为并未说什么 但当他看到前男友和灰鹿一样 不拘小节地用手抓东西吃时 忍了好久 才生生控制住了表情管理 灰鹿知道他在忍耐 于是跟前男友讲述他那精致的洁癖 石屋也没有让着灰鹿 开始吐槽他的邋遢 总结下来 就是他根本不像个女人 灰鹿不明白 是他主动来找自己复合的 可现在却是这个态度 谁料石屋听了 笑他自作多情 说自己过来 是想请他跟自己回家 庆祝爸爸的生日 灰鹿这才知道 原来石屋跟自己一样 也在瞒着离婚的消息 晚上 石屋帮劳累了一天的岳母揉腿 灰鹿将这些看在眼里 不得不感叹 石屋是个好女婿 无奈的是 两人三观不合 这才让婚姻无疾而终 临睡前 灰鹿心平气和地 跟石屋说了说心里话 说离婚后 自己对他不抱有期待了 这让自己变得平和下来 但也意识到 想把离婚的事告诉家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决定 跟石屋回婆家后 一定要装得天衣无缝 不让家人看出端倪 隔天 灰鹿先跟石屋回了两人的小家 虽然只离开了几天 但毕竟身份不同了 站在门口 灰鹿竟然有些迟出 石屋接过他 手里的东西 叫他进来坐 灰鹿像个客人一样 端坐在客厅一动不动 看着他拘谨的样子 石屋忍不住发笑 第二天早上 灰鹿早早起来 准备公公生日宴上的食物 坐好后 便赶紧过来帮着一起收拾 公公欣慰他的用心 同时也吐槽儿子 没有早点过来 正说着 检察官女婿前来喝瘦了 公公婆婆立即满脸堆笑 站在门口人间 本来气氛很是融洽 偏偏耿直的石屋 突然从旁边钻了出来 直接打断众人虚伪的寒暄 面无表情地走进了屋 吃饭时 大姑姐拿出了带来的食物 看着精致的菜品 灰鹿忍不住担心起来 果不其然 当公公看到他带来的那些 要卖相没卖相 要食欲没食欲的东西时 直接拉下了脸 大姑姐和姐夫 也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石屋 没有在意家人的反应 直接夹了一大口吃进嘴里 这无声的支持 让辉鹿悬着的心 渐渐放了下来 饭桌上 妈妈关心石屋的工作 可爸爸仍旧冷嘲热讽 看不起没钱没事的儿子 石屋反击 说自己非常满意现在的工作 别人提什么意见 根本无足轻重 爸爸被枪的下不来台 转头开始 拿孩子说事 辉鹿没想到 战火会危及自己 正想找个说辞堂塞过去 没想到石屋先开了口 让爸爸不要插手自己的事 有时间过好 自己的晚年生活就好 几次三番背对 爸爸忍无可忍 直接摔了筷子 这些话 石屋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索性站起来说 要去看望奶奶 没想到这句话更激怒了爸爸 原来奶奶是爸爸的继母 当年嫁过来没多久 就发现丈夫有家暴倾向 为了自保选择了离婚 不料离婚后不久 石屋的爷爷就去世了 从那以后 爸爸把父亲的死怪在继母头上 不仅将他视为仇人 更不许自己的儿女跟他来往 一场生日宴不花而散 临走前 挥露给外甥女一些零花钱 算是替石屋敬一下当长辈的心意 可不懂事的外甥女 竟然当面数起了钱 数完后 还露出嫌弃的表情 对于女儿的行为 姐姐不以为然 心里也在嫌弃 挥露太小气 这时 姐夫按响了喇叭 催促母女俩上车 还客套地询问 用不用送石屋回去 石屋直接拒绝了 可小小年纪的外甥女 竟然补刀 随后 石屋和挥露坐上了公交车 开始两人一路无话 但渐渐石屋忍不住 跟挥露抱怨起家里人 爸爸的专横自私 姐姐的冷漠无情 每一次都会让他伤心 偏偏血缘关系 又是永远无法更改的事实 几天后 妹妹让姐姐跟自己出去消遣 既然离婚恢复了自由身 就要放纵嗨皮 这样才能有机会 认识更多帅哥 石屋忍不住在旁边吐槽 都一把年纪了 竟然还想老牛吃嫩草 挥露见他这样 毫不犹豫跟着妹妹来到了夜店 很快 他变成了舞池里最耀眼的存在 这边 下班后无所事事的石屋 正在街上溜达 正巧看见又英的老公 长弦正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 回家后 石屋越想越不对劲 思索半天后 觉得不应该瞒着又英 于是起身来到了又英家 石屋不知道该怎么跟又英说 他老公疑似劈腿的事 为了铺垫 他先说起了自己离婚的事 又英不知该做何反应 只好让他先吃饭 岔开了话题 但石屋并没有就此放弃 说完自己之后 便询问又英 为什么选择跟老公饮婚 又英起身拿来酒杯 喝了一杯之后 才说出心里话 当初他对老公一见钟情 因为想追逐想要的爱情 所以不管不顾结了婚 石屋想告诉他自己的所见 但又英似乎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拦在他之前 说自己无论如何 都会守护这场婚姻 石屋瞬间懂了 他没想到 又英在婚姻里 竟然这样卑微 恨铁不成钢地斥责他清醒一点 那样的男人配不上他这样深情 说到激愤处 还脱口而出 如果当初两人不分手 现在对方就不会承受这么多痛苦了 又英及时打断了他 告诉他 过去十年了 他仍然不懂 当初两人没有任何美好的回忆 石屋没想到 一只真实的东西 竟然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原来对方不仅没有留恋 甚至早就已经释怀了回家的路上 时无忍不住感叹 爱情和婚姻到底是什么 他好像从来没有弄懂过 另一边 嗨过的灰鹿 正在和小年轻们一起喝酒 可男孩们却对他的年龄嗤之以鼻 更懒得主动跟他搭话 灰鹿不想自讨没趣 坐了一会儿 便灰溜溜地走了 同样垂头丧气的两人一起 晃悠到了家门口 回到房间 灰鹿大肆宣传着夜店的热闹 讲述自己玩得如何尽兴 甚至一边说 一边手舞足蹈起来 石屋头都没回 就猜到了他 惨遭冷落 独自离场的结局 灰鹿没办法反驳 只好不甘心地反击 他也没好到哪里去 乃至石屋却说自己整晚 都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灰鹿表面上不在意 但心里却一直在猜测 到底石屋去见了谁 于是试探着问石屋 是不是去见了诱鹰 被戳中伤心事 石屋不想多说 索性走进洗手间 开始收拾被灰鹿 弄得乱七八糟的台面 灰鹿觉得他的行为很反常 一直追问他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但石屋却闭口不谈 当灰鹿问他 什么是体谅时 直接拿起帮灰鹿 拧好的化妆品盖子 在他看来 默默跟在后面收拾 这就是体谅 灰鹿无言以对 但也明白 两人或许根本没弄懂 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已经忘了几天前的拘谨 又跟以前一样 生活习惯邋遢而混乱 石屋看着 滴在地板上的牙膏墨 实在忍无可忍 赶紧拿来抹布擦干净 像以前一样 数落灰鹿不讲卫生 灰鹿也听烦了他的唠叨 拿起执笔写下居住协议 他要求石屋小便时 把马桶盖拿起来 平时不能叹气 石屋也把对他的要求写了下来 不能穿着短裤 在自己面前晃悠 上厕所用卫生纸 不能超过八公分 为了不被对方挑出毛病 两人各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做到 这天 石屋看到小姨子被前男友骚扰 立刻上前制止 没想到却被对方撞倒在地 就在这时 长贤看见了这一幕 他拽着渣男的头发 打算好好教训对方一顿 可对方也不甘示弱 一时间 两人撕扯起来 甚至一个不慎互相落着 摔在了石屋身上 石屋惨叫一声伤到了腰 长贤将石屋送回了家 没想到一进门 却看到诱因和灰鹿 正有说有笑 四人一见面 顿时感到气氛尴尬 灰鹿把受伤的石屋 搀扶进卧室 质问他为何把离婚的消息 告诉诱因 是不是还对诱因有意思 石屋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索性转过身去逃避 可灰鹿不想放过他 灰鹿出来跟诱因夫妻聊天时 石屋想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于是弯着腰来到客厅 灰鹿看出他的意思 让他回房间去 但石屋就是不肯 一来二去 两人当着诱因夫妻的面 吵了起来 看着两人惊呆的表情 灰鹿疑惑问道 难道他们没有吵过架吗 没想到却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长贤和诱因同时回答 他们从没吵过架 灰鹿认为 像诱因这样温柔的人 肯定连脏话都没说过 没想到长贤却说 也有过 一次诱因酒后 曾骂前男友是渣男 石屋没想到 自己躺着也能中枪 但他也很好奇 为什么诱因会这样说他 原来诱因有一段悲惨的过去 当年爸爸出海不幸去世 妈妈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 遭遇家庭变故的诱因 从那以后就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靠音乐排解自己无处倾诉的悲伤 后来他遇到了玩音乐的石屋 他以为有共同爱好的两人 会找到精神共鸣 于是仓促地开始了恋爱 然而有一次 石屋偶然看到了一首曲子 告诉诱因 这曲子很差劲 诱因接过来才发现 那是自己写的 他很失望 石屋独不懂他的心 也不懂他的情感 如今时过境迁 诱因终于告诉石屋 当年那首曲子是他写的 石屋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在无意间 伤了诱因的心 石屋来找诱因道歉 为当年那个不成熟的自己 也为无意中给诱因带来的伤害 但诱因并没有开门 识过境迁之后 他知道并不全是石屋的错 只怪两人彼此都不成熟 如今能说出来 就代表已经释怀了 回家后 石屋心情沉重 他询问辉禄 当时为什么主动提出离婚 辉禄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因为婚姻里的冷暖 只有用心体会才能明白 有时候语言是苍白的 这天 辉禄和石屋奶奶 一起参加朋友的婚礼 看着新娘身穿婚纱 一脸幸福的样子 辉禄眼里流露出不自知的羡慕 原来当年他跟石屋结婚时 因为石屋不喜欢被人围观 又觉得 大家只是被迫过来捧场 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祝福 所以 两人并没有举办婚礼 奶奶将辉禄的遗憾看在眼里 回去后跟石屋说了这件事 认为在这件事上 他对不起辉禄 这边 辉禄和朋友一起做包饭 做好后 他却没有和朋友一起吃 反而带回来跟石屋一起分享 可面对他的热情 石屋却非常冷淡 原来在辉禄出去之前 石屋也做了包饭 本想给辉禄一个惊喜 可还没开口 辉禄却要急匆匆地出去 此时 石屋以为辉禄是在外面吃过了 给自己带吃剩下的回来 所以说出的话 家枪带棒 辉禄没想到 这个男人竟然这么不知好歹 没好气地告诉他 这是特意给他带回来的 为了不让汤汁洒出来 还包了一层又一层保鲜膜 石屋意识到自己错怪了辉禄 别扭地转变态度 辉禄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知道石屋是个好人 可是好人的同时 也是个商人不自知的直男 他红了眼眶 喃喃着 为什么想 有个平凡的家庭这么难 石屋不解地问 什么是平凡的家庭 这次辉禄没有沉默 告诉他 彼此能最先想到 对方的人在一起生活 才是家庭 说完 灰鹿蹲下 捡起地上的食物 痛恨自己 不该对石屋抱有希望 他说 曾经一直把石屋放在第一位 吃了什么好吃的 看了什么好电影 都想和石屋一起分享 为了像普通人家那样过日子 他一直希望能有两人的孩子 但石屋却说 讨厌孩子 渐渐地他才发现 石屋 只想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想为谁改变 不想为谁付出 只想让对方按照他的标准 没有任何想法地走下去 可对于灰鹿来说 感情不是按部就班 走到终点的既定轨迹 他想要喜欢的人 也同样惦记着他 想要热闹 想要随着心意自由自在 甚至想要个孩子 看着石屋轻松地说出复婚 举办婚礼 生个孩子 灰鹿知道 他并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 爱是发自心底 自然而然地付出 不是按照要求执行任务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 石屋不爱他 石屋爱的 只有他自己 灰鹿发泄完情绪冲出去后 石屋感到很难过 年轻时 无意间伤害了前女友 现在又伤害了 跟自己在一起多年的妻子 也许灰鹿说得对 他并不懂得爱是什么 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 他出去寻找灰鹿 看到路上开怀大笑的情侣 突然想到 他和灰鹿 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候 简单的灰鹿 从未对他有过要求 常常会因为 自己做的小事而满足 如今到底是什么 让自己 把那个爱笑的女孩 伤成了这样 思绪回来时 石屋看到灰鹿和又鹰 一起出现在了面前 为了弄清两人要去哪里 他悄悄跟在了后面 灰鹿和又鹰 一起来到他的工作室 看着模特身上的婚纱 灰鹿再次流露出渴望的眼神 为了实现他的愿望 又鹰让他试穿 穿上婚纱的灰鹿 笑着转圈 好像从未经历过婚姻的伤痛 还是曾经那个笑容明媚的女孩 石屋在外面看着这一幕 心里五味杂陈 随后 灰鹿和又鹰又来到KTV 两人进歌热舞 将那些伤心的事抛之脑后 只享受当下的尽情放纵 等到结束离开时 几个年轻的男孩围上来 邀请两人一起去喝一杯 灰鹿和又鹰还没做出回应 在一旁偷偷注视着的石屋 却无法忍耐了 口出狂言 想教训一下几个臭小子 可出师不力 自己先被箱子绊倒了 灰鹿将石屋送进医院 石屋赶紧抓住机会 说自己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会试着改变 希望灰鹿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灰鹿没有回答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 多了一丝期待 伤好后 石屋去又鹰店里修监控系统 可刚走到门口 为了弄清对方为什么这么做 石屋立马下车追了上去 面对质问女人 说出了一个识破天惊的消息 原来又鹰之所以放任长弦 在外面拈花惹草 是因为他们两人并未登记结婚 石屋被又鹰没结婚的消息惊到了 明明刚在灰鹿面前悔过 可此时内心却起了波澜 回家后 他发现灰鹿生病了 听到灰鹿咳嗽 他立马捂住了嘴 下意识的动作暴露了内心的想法 也许他嘴里的改变和反省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灰鹿虚弱地说 想吃小区门口的零食 可石屋却斥责他不惜命 直接否定了他的想法 直到第二天晚上 石屋路过时 才想起灰鹿想吃的东西 可当他买到东西回家时 却发现灰鹿的好友 石浩提着同样的东西 站在家门口 灰鹿出来后 看着两人手里一模一样的东西 顿时吃了一惊 为了宣示主权 石屋硬着头皮 邀请石浩进屋 并做了三人的晚餐 期间石浩和石屋聊天 可石屋却始终一副 不嫌不淡的态度 听到灰鹿向着石浩说话 还直接把名晃晃的不满 写在脸上 中途 灰鹿出去买酒 本以为更不自在的两人 没办法单独相处 没想到石浩 却叫了他一声歌 问他 为什么装作不认识自己 原来两人曾一起组建过乐队 是关系非常好的兄弟 石屋回答 是不想让灰鹿尴尬 所以才没有相认 石浩也说 今天才知道 两人曾是夫妻 是不是喜欢灰鹿 石浩大方帝承认了 石屋很吃醋 可对着石浩 却没办法发作 于是借着散心的名义 逃离了现场 在门口 他遇到了回来的灰鹿 于是把一枪木火 发泄在了灰鹿身上 回到房间 石浩想办法逗灰鹿开心 可灰鹿的一颗心 都在石屋身上 所以一直闷闷不乐 石浩问他 是不是还爱着石屋 灰鹿回答爱 但是不喜欢了 他无法忽视自己 对石屋的爱 可也不想一次次 因为石屋的冷漠而寒心 他讨厌无法控制的情感 却又期盼着 石屋能真的懂得自己的内心 10号走后 妈妈打来电话 说明天过来住一晚 听到妈妈的声音 灰鹿再也无法憋住心里的委屈 哭着说自己生病了 但他无法把离婚的事情 告诉父母 怕他们跟着担心 只说是小感冒 石屋去给自己买药了 此时 心情还无法平复的石屋 走到了小河边 没想到却在这里看到了幼鹰 看出幼鹰有心事 他走过去 脱下自己的外套 披在幼鹰身上 询问发生了什么 但幼鹰只是摇了摇头 让他陪自己散散心 老人一句简单的关心 却让女人瞬间泪流满面 原来因为 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女人选择了离婚 可她还深爱着丈夫 一边是放不下的情感 一边是求而不得的心痛 让她夹在两种痛苦中 反复煎熬 奶奶明白灰鹿的想法 虽然很想帮她 可只有让石屋自己体会到 失去灰鹿的痛苦 她才能成长 才能站在灰鹿的角度想问题 所以奶奶告诉她 等待的过程可能很煎熬 但那些珍贵的东西 是不会淹没在时光里的 对的人终究还会走到一起 原来奶奶将石屋 对灰鹿的爱 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石屋 需要在婚姻里成长 需要包容和接受 这样 两人的婚姻才会长久 隔天 奶奶在咖啡厅 为灰鹿举办了一场离婚派对 奶奶请来了灰鹿的好朋友 告诉她 离婚不是结束 也不是难以启齿的污点 而是有勇气重新开始的起点 不管以后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跟谁在一起 都不要因此蹉跎了时光 耽误了自己 灰鹿和幼鹰 在奶奶的观念里 头一次知道 离了婚的女人 也可以如此优雅 如此迷人 也许像奶奶这样 才是真的找到了自己 为自己而活 说完 奶奶带着她们 来到店门口跳舞 用实际行动证明 生活是自己的 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只有自己快乐 这个世界才会快乐 前来接人的时无和长弦 看到这一幕 顿时目瞪口呆 理解不了女人们的脑 灰鹿 怎么总是这么清奇 回家后 灰鹿将奶奶的那些话 讲给时无 可一根筋的时无 并不能理解 这些细腻的想法 不管灰鹿怎么说 她都是一脸蒙圈的状态 灰鹿觉得自己在鸡同鸭讲 无奈放弃了 想让时无明白 自己内心的想法 一起去露营的时候 又因讲述了 跟时无在一起的感觉 那是一种 在别人身上体会不到的 踏实和安心 不管什么时候 都不用担心会被欺骗 灰鹿知道 又因能坦然地说出来 是因为真的放下了 但她看到时无始终盯着又因 却不明白 时无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久 又因宣布了 即将和长弦登记结婚的消息 时无牵强地点了点头 却说不出祝福的话 灰鹿看在眼里 却痛在心里 认为时无还是放不下又因 回家后 时无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 对又因的担心 怕她总有一天 接受了长弦的花心 在婚姻里受到伤害 灰鹿静静地听着 时无每说一句 心里就多疼一分 怪这个木头人 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感受 等到实在忍无可忍 灰鹿直接质问她 既然这么担心 为什么不干脆和又因结婚 时无没想到 灰鹿会曲解自己的意思 明明她只是关心又因 根本没有别的心思 不知道灰鹿为什么 无缘无故发火 于是也回怼 嫌灰鹿说话难听 两人再次爆发了争吵 时无说自己 虽然弄不懂那些 弯弯绕绕的事 但每天按时上下班 从不会在外面乱来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已经很可贵了 再说 他也尝试过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每次两人都会因性格问题 弄得不花而散 这让他也很疲惫 索性就那么得过且过了 但也没想到 两人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灰鹿不再说话了 好像说的再多 时无都不明白 他想要的是什么 与其说不能不能包容 还不如说时无不够爱他 此时的时无也怒了 看着灰鹿的眼泪 时无也感到难过 可他真的不懂 该怎样做 才能达到灰鹿的要求 该怎样才能表达出 对他的在乎 由于片刻 他走过去搬起 灰鹿的脸吻了上去 因为昨晚的亲热 两人之间的关系 无形之中 变得清静了不守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面对对方 但却似乎有了几分 刚谈恋爱时的悸动 灰鹿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再像以前那么邋遢 时无也开始在意 灰鹿的想法 忐忑地问他 要不要出去吃饭 另一边 虽然知道灰鹿还爱着时无 但时号也没有放弃追求 表白被打断 时号知道这是灰鹿最真实的反应 但他还是坚持说出了心里话 说总会想起他 说会让他多一些笑容 会给他幸福 灰鹿感激时号的一片心意 也感谢他曾陪自己走过的日子 但他不能欺骗自己的感情 从开始到现在 他只爱时无 送灰鹿回家时 时号忍不住从后抱住了灰鹿 算是自己贪心 想给这段无疾而终的暗恋 画上一个句号 两人拥抱的一幕 被时无看到了 他停下回家的脚步 转头往外走去 这一刻 他说不清心里的感受 有愤怒 有嫉妒 但更多的却是伤心 他不知道 灰鹿在被他伤透了心之后 会不会做出别的选择 直到平复完情绪 时无才回到家 灰鹿看出他的低落 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但他知道 时无向来避而不谈 因此不想自找没趣 两人之间的沉默 让刚刚缓和的关系 再次僵致 而时无说出的话 也让灰鹿再次尝到了 心碎的感觉 灰鹿始终沉默不语 原来他以为的改变并不存在 时无的几句话 将两人之间的关系 分得一清二楚 但伤心归伤心 他直接拒绝了 时无提醒他吃避孕药的事 告诉时无 以前一直遵循他的意见 即便再喜欢孩子 也没打算要过 但现在既然已经离婚了 那要不要孩子 时无已经没办法 替他做决定了 时无听了这话 简直一个头两个大 又开始讲述要孩子的坏处 让他不要这么任性地对待人生 甚至还口无遮拦 问他是不是想让十号帮忙养孩子 灰鹿被气疯了 怪自己那么轻易忘了之前的伤害 再次为时无心动 而今不过是重复从前的伤痛 佑鹰和长弦签署结婚登记 原本以为 这就是自己一直以来期盼的幸福 但到了最后一刻 佑鹰却不受控制地想起了长弦的背叛 和那些明知道他在外面有人 却假装大度的痛苦日子 一旦签字 就代表着两人的关系 具有法律效力 可佑鹰丝毫没有信心 能抓住眼前的男人 只要一想起 此刻牵着他的这双手 也曾牵过别的女人 心里就止不住地恶心 长弦祈求他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不料一直擅长隐忍的佑鹰 彻底爆发了 佑鹰失控地发泄着情绪 告诉长弦 他在外面的每一次胡来 自己都心知肚明 之所以从未吵闹盘问过 是因为连自己 都会看不起那样的自己 然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 换来的却永远是下一次的背叛 佑鹰第一次在长弦面前 歇斯底里地哭泣 此时的长弦 又让他想起了小时候的自己 原来佑鹰的爸爸 也是个不安分的人 佑鹰目睹了无数次爸爸被抓包 而妈妈伤心哭泣的画面 那时候小小年纪的他 不懂得 为什么妈妈总是委屈求全 只会懦弱地哭泣 如今 他也将伤痛的滋味 尝了一次又一次 跟妈妈不同的是 他从不发泄 不哭泣 只是默默将一切藏在心里 痛苦和绝望 全都不动声色 长弦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 佑鹰的伤心 长弦以为等 佑鹰发泄完 哄两句 两人就会和好如初 但这次佑鹰没办法轻易原谅他 原谅自己的选择 长弦拿起衣服走了出去 佑鹰哭得撕心裂肺 也许比起长弦带给他的伤痛 让他更伤心的 是明知道对方就是那样 但自己仍旧如飞蛾扑火般 做了一次又一次错误的选择 这天以后 佑鹰想要彻底告别过去的日子 也想跟所有的过往和解 他涂上鲜艳的口红 坐在吧台前喝闷酒 很快就有男人过来搭讪 佑鹰只是看了一眼 就将男人的弦猪手拍开了 他只是想放松 但没想过放纵 那些见色奇异的男人 根本不值得他另眼相待 这天 四个人再次遇见 时无和辉鹿得知 两人取消了结婚登记 都感到纳闷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让佑鹰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长弦还在不停地道歉 但佑鹰全程冷脸 那些轻易就能说出口的道歉 并不能抚平他的伤痛 佑鹰想走 长弦想拦住他 但佑鹰反击 不要用摸过别人的手碰他 原本站在佑鹰这边的时无 见佑鹰和辉鹿一样不可理喻 开始主动帮长弦说话 两个不懂女人心的男人 明明心里在乎 但行为却总是不得章法 一次又一次伤害心爱的女人 妹妹的闺蜜突发疾病 妹妹给辉鹿打电话 让她来医院陪自己 不明所以的时无跟了过来 因为闺蜜的情况很紧急 必须马上做手术 辉鹿让妹妹赶紧联系闺蜜的家人 可拨通电话后 闺蜜的妈妈却说 妹妹哭着说 现在终于知道 为何从未见闺蜜和家人联系过 原来每个人都有一份 不为人知的伤痛 这时医生出来 让家属赶紧签字 否则没办法实施手术 妹妹将实际情况告知医生 希望先进行手术 但医院有规定 医生没办法违规操作 妹妹急坏了 让姐夫帮忙说句话 时无有理有据地说了目前的情况 并且愿意给闺蜜做担保 希望医生可以先行救人 这次医生同意了请求 毕竟时间就是生命 辉鹿对于时无的态度很意外 没想到他竟然愿意插手 跟自己无关的事 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不禁感叹 也许时无还是有改变的 虽然这些改变并不那么明显 另一边 常闲认清了自己对幼鹰的感情 那是跟其他女人不一样的 想跟他在一起长相厮守的感觉 于是 他彻底断了和其他女人的联系 决定重新把幼鹰追回来 从今以后只和他在一起 但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并不想放手的女人 他自认为已经看透了常闲的本性 认定他不过是一时兴起 等到时间一长 还是耐不住寂寞 仍然会恢复从前的风流本性 因此告诉常闲 如果结婚 可以找自己这样的 即便结了婚 也绝不会干涉他的私生活 常闲坚定地告诉他 自己这次是真的要改变 和幼鹰在一起后 不会再像从前那样 绝对不会 女人求而不得 一气之下 将滚烫的咖啡泼到了常闲身上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灰鹿原本想和时无重新开始的心 再次放下了 时无是个好人 可他永远也不懂自己想要什么 于是 这次他决定放手 他忍着眼泪跟时无说 希望他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找个脾性相投的人 好好过日子 时无听到这些 心里也止不住地难过 灰鹿忍着伤痛 假装若无其事地 跟时无告别 一段时间后 灰鹿在超市偶遇了又鹰 又鹰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接着跟灰鹿鞠躬道歉 原来 灰鹿走后 又鹰和时无重新在一起了 又鹰说不知道彼此之间还有多少情感 但他选择在一起的原因 只是因为害怕一个人孤单 灰鹿很长时间才反应过来 他强装镇定地说 自己和时无已经离婚了 两人在一起是他们的自由 自己并没有干涉的权利 可嘴上这么说 他头脑里却一片空白 直到最后说出的话 都有些语无伦次 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再也顾不上又鹰的反应 直接落荒而逃了 又鹰发现 灰鹿忘记了拿包 赶紧追上去还给他 就在这时 时无和长弦也走了过来 四人再次面对面 彼此之间都感觉尴尬 灰鹿本想马上离开 但长弦却拦住了他 希望四个人坐下来好好聊聊 四人再次聚在了一起 时无想开香槟喝一杯 没想到几句话的功夫 却先和灰鹿争执了起来 说着两人还争抢起了香槟 都要当亲手开香槟的人 争夺间 没想到香槟却突然喷了 灰鹿被喷了一脸 他突然觉得很可笑 不知道为什么 还放不下时无 更不知道 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坐在这里 笑着笑着 他捂着脸哭了起来 可偏偏嘴里还要说违心的话 看着悲痛欲绝的灰鹿 时无觉得很心痛 但幼鹰却质问灰鹿 既然还爱着 为什么选择离婚 一直埋怨时无不知道他的想法 但他又何尝真正了解过时无 明知道时无不善于表达情感 却非要逼着他反复煎熬 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坚持不下去了之后 反而要把所有的错都怪到时无头上 灰鹿也质问幼鹰 明知道长弦是个不安分的人 但表示不计较的是他 隐忍不了的也是他 如此反复的态度 难道不也是因为 容忍不了爱情里有瑕疵吗 两个人赤裸裸指出了对方的错误 同时也在质问中看到了自身的问题 不得不感叹 爱情和婚姻果真是个难解的谜题 一场四个人的对峙 让爱与不爱全都暴露在人前 没有了灰鹿的家 再也没有人乱摆乱放 不用再跟在后面收拾 不用担心 对方将每个地方都弄得乱糟糟 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 干净整洁的生活 明明这是食物想要的 可打扫卫生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无聊极了 好像没有了灰鹿的邋遢和折腾 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了意义 食物将灰鹿约出来吃饭 想倾诉一下心里的想法 但灰鹿却先跟他道了歉 昨天那么失态 希望没有影响到他和幼鹰的关系 没想到食物却说 幼鹰怀孕了 是长贤的孩子 灰鹿短暂地错愕了一下 但并没有问食物的打算 反倒是食物又开始自顾自地 为幼鹰担心起来 纠结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长贤 又说不知道幼鹰以后该怎么办 灰鹿没有表情 反问他 既然这么不放心 直接当孩子的父亲不就好了吗 没想到食物却生气了 灰鹿没想到 食物竟然后知后觉地 开始考虑他的感受了 可这一切来得那么晚 在他无数次地等待的那些日子 竟从没等到过他这样 食物回家时 看到幼鹰正等在家门口 幼鹰告诉他 虽然有过重新跟他交往的想法 但那不是爱 只是孤独之下出现的错误的想法 现在他不想这么做了 而是要生下孩子 一个人抚养 食物知道 他们彼此都有放不下的人 早就不可能在一起了 但不免为幼鹰的以后发愁 作为一个未婚妈妈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 第二天 食物本想把消息告诉长贤 却得知 长贤因为摔伤进了医院 食物来到医院 看到长贤只是胳膊骨折 这才松了口气 但看着长贤傻呵呵的样子 不免担心这样的人 能成为一个好父亲吗 不过犹豫再三 他还是告诉了长贤 反应过来之后 长贤狂奔着去找了幼鹰 他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可幼鹰却坚持跟他划清界限 让他以后别再来找自己了 长贤跪下来祈求 说想见到孩子的出生 想成为孩子的爸爸 看着长贤的眼泪 幼鹰心软了 可又害怕自己还会受到伤害 一时间进退两难 回到医院后 长贤整个人都失去了精气神 食物问他 有没有让幼鹰回心转意 虽然他嘴上说着不知道 但心里却没有一点把握 因为他知道 以幼鹰的个性 想要放手 就会真的做到 食物为两个明明相爱的人感到惋惜 于是开始给幼鹰做工作 说长贤因为不确定 是否能给他幸福 所以才一直逃避和放纵 如今他已经明白了 真正想要追寻的东西是什么 给他一次机会 说不定两人之间会有幸福的结局 幼鹰还是没办法放下长贤曾经的不忠 他无法轻飘飘地接过那段过去 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另一边 情场失忆的灰鹿 迎来了职场的辉煌 他写的童话书终于发布了 实现了一直以来的梦想 看着台下欢呼的掌声 他环顾四周 寻找着那个期盼的身影 但失望的是 他并没有看到食物的身影 此时不敢现身的食物证 拿着玫瑰花蹲在角落里 说不清自己此时是什么心理 他想祝福灰鹿 但又觉得胆怯 看着在台上闪闪发光的灰鹿 他突然觉得 这跟家里那个邋遢的女人 简直判若两人 食物最终选择了离开 但没想到 却意外和他们碰面了 奶奶邀请大家一起吃饭庆祝 总编突然当众对灰鹿表白 这让食物非常不爽 他看出 对方对灰鹿有意思 但没想到 行动会这么迅速 他感觉好像 被别人抢走 为了发泄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他当众列举了 灰鹿的邋遢和不修蝙蝠 他的举动 让灰鹿很没面子 但没想到表白的男人 对此并不在意 还直接指出 两人离婚的关键 食物像个任性的孩子 一言不合 就会挑对方的毛病 食物知道这些都是实话 可从对方嘴里说出来 让他觉得很难堪 因此直接起声告辞了 灰鹿追上去解释 别人说的话 不一定是对的 让他不要在意 但食物却说 没有了灰鹿的房子 整天空荡荡的不像个家 食物每天回来 都会对着空气说一声 我回来了 他多希望下一秒 灰鹿就会从房间里跑出来 拽着他说着说那 可惜再也没有人回应他 家里到处都很整洁干净 可也四处充满了寂寞 食物被孤单包围着 对灰鹿的想念越发强烈 灰鹿并不知道食物的心理活动 此时他正在卖力地打扫着新家 从前这些活都是食物做的 他习惯了依赖那个人 可依赖却变成了两人吵架的导火索 如今凡事都要靠自己 他也该改掉那些邋遢的毛病 食物父母得知小两口离婚的消息后 向来强势的爸爸第一次开始反思起来 以为对儿子实施打压教育 会让他变得坚强 可万万没想到 却把食物培养成了情感淡漠 不会表达的人 他们希望能有机会补救 因此把食物和灰鹿一起叫到了奶奶的咖啡厅 并希望能去灰鹿家赔罪 请求原谅 一家人来到了灰鹿家 得知情况 灰鹿爸妈并没有发火 双方老人各自为儿女道歉 并跟小两口讲述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永远没有一帆风顺的生活 但只要学会理解和包容 便能长长久久走下去 久过三旬 食物爸妈发生了争执 食物爸挑剔妻子拉他不讲卫生 妻子却埋怨他 成天抓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 接着轮到了灰鹿父母 灰鹿爸把吃了半根的咸菜 放在了盘子里 灰鹿妈指责他 这样不卫生 可灰鹿爸 却觉得自己等下还要吃 暂时放一下再正常不过 两人互相不妥协 争吵声也越来越大 看着父母们争吵的样子 食物和灰鹿 好像看到了自己 没想到跟他们一样有矛盾的父母 竟然也携手过了一辈子 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 食物要先行离开 没想到灰鹿却追上来 要将妈妈做的小菜交给他 食物没想到 岳母还是这样关心他 正想接过来 可灰鹿却缩回了手 去车站的路上 食物一直用余光 瞄着跟在后面的灰鹿 此时的灰鹿 在他眼里 好像又回到了 当初恋爱时的样子 想到这儿 食物的嘴角 不自觉地挂上了笑容 直到看着食物走静静站口 灰鹿才发现 送给他的小菜 还在自己手里 于是 他赶紧买了一张车票 急匆匆跑到食物身边 食物看着飞奔而来的灰鹿 突然有一种 失而复得的感觉 全身心都感到 前所未有的踏实 此刻他终于明白 他对灰鹿的爱从未消失 只是生活的琐碎 磨灭了对彼此的温情 而经经历失而复得 才懂得爱情和婚姻的意义 另一边 佑鹰暂时回到了老家 他想趁这段时间 给自己和长弦一个空间 好好想明白 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妈妈知道佑鹰的心结 小时候 为了挽回出轨的丈夫 妈妈总是拿佑鹰当借口 让佑鹰小小年纪 便看到了婚姻的不堪 这也是佑鹰很少回家的原因 如今 妈妈终于为过去的错误道歉 佑鹰气不成声 她的确埋怨过妈妈 直到自己也饱受爱情的折磨之后 才明白 妈妈当年那样做 也是情非得已 此刻 母女俩终于解开心结 决定忘记那些不堪的过去 好好生活 但佑鹰没想到 长弦竟然追到了这里 在妈妈的注视下 长弦先是行了个大礼 然后做出保证 以后会好好照顾佑鹰 希望妈妈给她这个机会 妈妈的脸色并不好 忍了许久才说 当佑鹰哭着打来电话的时候 就知道她过得并不好 即便长弦再三祈求原谅 妈妈还是很难接受一个 伤害过自己女儿的人 一气之下 直接把长弦赶了出去 但长弦并没有走 而是跪在门口 请求佑鹰和妈妈的原谅 过去的那些错误 已经无法挽回 她只希望佑鹰能给她一次机会 让她用行动 证明自己的真心 半夜 佑鹰出来劝长弦回去 可长弦即使被动得瑟瑟发抖 仍然坚持留下 佑鹰知道自己一直爱着长弦 只是迈不过心里的砍 但此时也是真心想给长弦一个机会 回到房间 妈妈已经猜出了佑鹰的选择 不情不愿地说 明天带长弦去给爸爸上坟 至少也该打个招呼 佑鹰知道 妈妈接受了自己的选择 很快 佑鹰和长弦回到了家里 屋子已经被长弦重新布置过了 四处摆放的婴儿用品 好像处处都带着新生的美好 如同他们的爱情和婚姻 食物和灰鹿找回了他们的爱情 虽然生活里仍然有争吵和矛盾 但他们已经明白了婚姻的意义 愿意用理解和包容的态度 去对待身边的爱人 携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